我先說吧 我可以說嗎? 不用 看了一套片 我先說吧 我先說吧 我兩本 就看了一套片 現在的片是有幾個鏡頭拍攝出來的 又連接了出來 基於這套片已經交給警方 剛剛主席亦都說過 我們看完之後 唉 我不知道了 總之看完是很不開心的 真的很不愉快的 亦都覺得不應該有這樣的暴行 是一個男議員對一個女工作人員發生的 看到一位女性在一個鏡頭被人迫起來 是很無助 是不開心的 看到片段心情都幾沉重 覺得我都做了第三屆立法會議員 亦都見過不同的議員 他可能會用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但是這次我認為用的方式除了粗暴之外 的確沒有考慮到那位工作人員 首先她是一位女性 第二她也只是在執行她的職務 第三 其實我們看到的片段裏面 那個女性的工作人員 是很努力去保護她自己的手機 而是在過程裏面 應該真是很多拉扯的動作 我覺得是絕對沒有辦法能夠接受的一種 肢體的形式去搶奪手機 我相信無論從任何的動機 我認為 我認為 等一下 什麼事 是不是許慈峰 講完他 講完吧 講完吧 好嗎 阿周你幫我 我講完他 我想看完那部片段是進一步 無論我確定我一路的一種看法 就是這種行為 極有可能涉及刑事的罪行 亦都不應該容許在立法會大樓裏面發生 更加不應該發生在一位 男性的立法會議員 對一位女性的工作人員 進行的這種搶了手機的動作 我認為是一個絕對不能容許 作為一位女性 我亦都覺得很難過 應該說在立法會發生這種事